讲话呢大家觉得大家想一下 而且还有人说我现在是为了流量来开播的 我要是为了流量的话 我刚走的那两天我为什么不播呢 那两天流量不是更高吗 而且我也没有去说假话的理由 那我解释的话你们说我在说假话 我不解释的话你们又又要说我 你们又要骂我 而且我跟阿伯哥现在也没有什么交集 那个男生我的天哪 这个男孩我说过很多次的 他跟我是一个村的 他们家是在这边比较有这个的 然后他们家他们就他们家几姊们 一直都在外面读书都没有回来过 就过年回来一次 而且过年都没有见过面的那种 因为我们这边就只有少数民族地区 过年是要放假的 其他地方少数民族过年的话 是不会放假的 我们就是11月份就过年嘛 谢谢 谢谢 五千五叔叔 谢谢 你看我刚刚在这解释了半天 然后你又在这说他是我男朋友 难不成我13岁我13岁就耍朋友了吗 而且13岁人家在外面读书啊 人家小学都没有在这边读 我小学在这边读的 真的这个钱安伟哥帮我还的话 我自己我自己真的都不会怎么说呢 我自己都心里都不会不会好处的 而且昨天晚上我也想了很多很多 也有很多叔叔阿姨给我开导 我当时我真的我不那样说的话阿伟哥找过来怎么办 阿伟哥找过来他把钱都用到我这边怎么办 用下来搞米屋 我连钱都没挣到过你说我来搞米屋 我当时走我工资都没有去拿 你油嘴滑舌 我要是有你那么油嘴滑舌就好了 我口才要是有你那么好就好了 我要是口才有那么好的话 我就去抖音当一个打假博主 我最近都是晚上三四点钟才睡 然后早上又很早就起来 那黑远圈 今天一天去商校打损 想的事情太多了 那我不解释的话你们又说我 我解释的话你们也说我 那你们你们其实你们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我都有在看的 然后你们评论的那些我也在看 因为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号在看嘛 你们平时发的呀那些我都在看的 那私信我看不了 你们评论的那些呀直播间那些呀我都在看的 其实你们真的你们骂我真的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天我真的那天你们把我骂哭了有好几次哦 虽然没有就是当着我的面骂嘛 我自己翻着翻着就哭了就像昨天我本来聊着好好的然后突然之间就把我去把我给说哭了 特别是大前天把我把我说的呀我真的 我那当时我当时是下波罗哭的我当时我气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就直接下波了 我应该是下波罗哭了 去吧 就怎么说呢 外婆她昨天都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都说问了我这个事情 那外婆她很喜欢阿伟哥的 她刚开始她不知道是我跟她说的 然后她问我阿伟哥最近怎么样 她很喜欢阿伟哥 这时真的 我也算是怎么说呢 替阿伟哥感到不值吧 浪费了那么久的时间 你们骂我我能理解有些时候 但骂得太过分的话我就有点不理解 谢谢马哥谢谢 但是我现在身体受不了刺激 因为你们骂我骂得太凶了 然后最近 有些事情我也不好说出口了 而且真的阿伟哥公司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谢谢谢谢飞哥 你去卖了吗 你去卖什么了 你去卖什么了 那个那个上面谁去了 时候时候会有人解 对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都理解我的 你应该和阿伟哥解释清楚就走 我当时要是解释清楚走的话 他真的会把所有的钱都拿来给我还那个 他不会用到公司上面去的 我当时想的是我走了 他会好好去经营公司 他会把公司做大做强 然后他会遇到更好的女孩 我真的我没有想到他会颓废成那个样子 我以为我走了他会好好去经营公司 好好上班 因为爱我哥很爱女 谢谢谢谢马哥 我知道他很爱我 但是 我怎么说呢 我也不想让他的心血就那么浪费了 说实话 他公司要是没了的话 我知道他会很痛苦的 他会很伤心的 那老婆还可以再找公司 不可能不要 谢谢谢谢159 叔叔阿姨送的热气球 谢谢谢谢 我没想到 说实话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我以为我都那么说了 我都那么做了 他会把他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面 但是他没有 然后后面他去河边那一次 我也一直在看直播的 然后我就用了我另外一个号连迈了嘛 好像是的 我就怕他做出点什么事情了 你们知道吗 他阿伟哥他压力很大的 因为公司的事情 然后又是我的事情 那几天真的你们不知道 讲话 我有什么理由去说讲话呢 那阿伟哥公司 他现在有一点危机 大家都是知道的呀 那本来就是呀 其实这个事情 你们是爱信不信 是不是 因为这个事情 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为什么男人的钱不还你 什么 真的你们不信的话 你们让 这个时间也倒流 倒流不回去 跟你们说的也没有用 不理解我的人 我跟你们说的也没有用 理解我的人 我只说一两句他就懂了 好 好 而且我现在 我现在 不能受到太多刺激 因为我现在我不是一个人 我现在不是一个人 所以我不能受到太多刺激 你们骂我骂到我晚上都在看我 真的 我现在最主要是每天 吃好饭睡好觉 抱怨 谢谢 谢谢吴幸福叔叔 谢谢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我昨天一直在吐 我就去买了个业余棒 我看了 我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我会怀孕 因为就那一次 那次阿伟哥他喝多了 然后我去接着他 然后就那一次 我感觉很突然这个事情 我也是昨天往这才知道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去麻烦安伟哥的 我自己有手有脚 我自己可以把彩礼还了 我自己也可以把它抚养找大的 我自己可以的 我有手有脚 而且我还年轻 我也可以去赚钱 跟阿伟结婚 我就只有跟阿伟哥一起过 那次都是阿伟哥他喝多了 他出去应酬他喝多了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着他 然后我把他送回去之后 他不让我走了 然后就 但我是真的没想到 我在网上查过的 他们都说一次不会的 然后我昨天买了业余棒 看了一下 我没想到会那么突然 我最近我就感觉很不舒服 老是想睡觉 但没事的 我可以养活我自己 我有手有脚 也可以养活他 也可以帮我爸还钱 也可以 反正我始终相信 我能把我的 我爸治好 然后能赚钱 能把我的孩子养大 能把那个彩礼钱还了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 因为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做的事情 有很多 还是订阅